从刘老板的父亲到现在 两代的经验传承 正是鹅肉美味的关键 老板告诉我们 这鹅肉要好吃 手中鱼有火候的控制 这火候控制得已 才能够让鹅肉的肉质饱满甘甜 鲜嫩多汁 先大火滚 滚开了之后 然后在小火再焖一段时间 有的鹅比较嫩 有的比较老 还有其他大吃小吃的问题 天气比较热或天气比较凉 这影响到各方面 我们都要很小心地去控制它 一天大概四五十只没有问题 有的客人喜欢吃瘦一点 我们会尽量取瘦一点的部分给他 有的客人喜欢吃肥一点 我们会取肥一点的给他 这是看个人的需要 我们生肉的部分 可以做去骨的一个动作 我们送到客人桌上的话 是最精华的部分 因为像这一部分 整块都是胸肉 很漂亮的一个胸肉 经过我们切工之后 然后摆盘 它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风 其实我们会去细心观察 客人吃这个鵝的时候 他的感觉 他的感受 而且鵝本身 他的鸡肉 纹理是比较粗一点 你一般鸡肉粗一点 如果你鵝切太大块 在四根咬的当中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特别是小姐 她会觉得比较 会比较不文艺 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鵝今天要切了薄片 切了薄片当中 你吃你一口就是一片 刚刚好 老板对于客人的贴心设想 满足口感的同时 也兼具了视觉的享受 而上桌之前 淋上用鹅油和盐 调味而成的咸汤 更是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粉红粉红的鹅肉鲜嫩欲滴 表皮略带油脂 鹅肉的纤维 更保留了所有肉汁的精华 一口咬下满口鲜甜 老板推荐 在这里吃鹅肉 一定还要试试他们的独门酱汁 我们的酱呢 它是比较接近客家酱 它是用九层塔 酱油膏 蒜末 还有鹅肉汤汁 这几样为主角去配合 那它吃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口味会比较淡 你单吃鹅肉 你单吃酱 跟混在一起吃 这三种味道又不同